信号,习近平发话了,针对最高法丢卷宗知情人报,赵正永案内幕下个是周强。习近平在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说政法机关,要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按设陕北千亿矿权案的前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已经落马,但到目前为止,王林清环是失踪状态,从舆论风向看,同样涉及此案的最高法院长周强,已经岌岌可危。 曾任前中纪委书记为践行秘书的王友群,撰文指周强至少涉及五宗罪。 外媒援引之刑体制内人士称,其岭别墅一直被举报是破坏龙脉习近平更六次批示,而赵正永消极抵制,导致习近平震怒,这才是其落马的主因。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天16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说,要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队伍。 政法机关要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坚决清除害群之马习近平还说,政法系统要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据中共官媒报道。 出席会议的除了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韩正外还有部分政治局委员,中共最高法院高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高检检察长等习近平所言刀刃向内,坚决清除害群之马,让处在风口浪尖的最高法院院长周翔岌岌可危。 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王笃然,表示,习近平说,要让党中央放心就是现在的政法系统让习近平。 不放心习近平强调党对政法工作,绝对领导就是说,习近平无法对政法系统绝对领导。 事实也是如此政法委习近郭申坤,和最高法院长周强,都带有明显的江派色彩。 尤其是郭申坤还是曾信红的表外生习近平,并未大清洗政法系统如今的情况。 也可能是清洗的信号,16日,崔永元,又在微博放炮评论赵正勇被查的消息他说, 陕西赵正勇被查矿案当事人,谁说岛中央不管医馆到底下一位你准备好了吗? 之前崔永元发布的照片中,有丢失案卷的部分内容。 其中有一章是前最高法院副院长西晓明的批示,写的是按照周院长的指示。 对案件有关情况,严格做好保密工作这里的周院长就是周强。 西晓明在2015年落马周强,是在2013年出任最高法院院长。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中共最高法院官网,1月14日傍晚,公布当天上午。 该院党组召开会议周强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会议,传达了习近平、赵乐际在中共十九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精神台媒中央社的报导称。 外传陷入卷宗丢失案,官位可能不稳的周强,此次公开露面,似乎有为自己辟谣的意味。 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王笃然表示,周强此次露面,是否意味着他能平安落地。 外界普遍持怀疑态度,事实上,在中共落马官员中,上午还在电视上露脸,主持会议下。 五就被带走的案例,比比揭示2018年12月26日,中共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在微博披露。 中共最高法院,有内鬼千亿矿权案件封离奇丢失,且相关监视器权述故障随后。 崔永元陆续曝光,周强等人干预司法的证据,并直接结问周强。 而承审该案的高任法官王林青,更三度公布自保视频披露周强等人更多枉法的黑幕。 至此这起千亿矿权案,不仅引发外界哗然,矛头更指向周强。 1月8日,中共政法委官网发布消息称,中共政法委联合纪委国监委、最高检、公安部等机构,已介入调查千亿矿权案。 但是最高法被排除在外周强,2013年3月,出任一直被江派掌控的高院院长。 也被指示江派人马大陆原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凌,曾向大纪元记者表示。 周强是江派线上的人他上任后,仍然执行江泽民那一套习近平这些新的决定,新的说法不算数。 被指坏了龙脉陕西前省委书记赵正勇,落马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中纪委网站。 周二十五日晚发布消息称陕西省委严书记赵正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一周前官媒任明日报旗下官微,在转发关于秦岭违规别墅的专题片时。 以不点名的方式,将已有半年未曾露面的赵正勇间接曝光。 曾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多次爆料的知情人罗先生称赵正勇早被调查其中还迁。 涉到更多的人,甚至包括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一位知情人张先生称。 目前,赵正勇的妻女,都已经被带走除了秦岭别墅,和陕北千亿矿产争夺案。 还可能卷入了周永康的儿子,周斌插手陕北能源的案件。 他称周斌当年在陕北燃止油田的时候,赵正勇,刚好是分管能源的副省长张先生说, 包括陕西现在的一些副省级干部,天级干部群带关系,很多陕西油田,煤田多。 当年那个周的儿子在陕西油田呢,插手很深他当时是常务副省长管能源嘛。 后来因为那个事呢,把陕西的国土资源厅长,发改委主任都弄进去了。 但是他具体到什么程度,还不是很明朗。 据陕西省委周三十六日召开常委会议,称坚决和赵正勇划清界线中纪委官网,周三傍晚发署名特约评论员文章。 称赵正勇被查是巩固发展压倒性胜利的生动表现,据要求匿名的体制人士称。 此事的敏感在于秦岭别墅,一直被举报是破坏龙脉,且引起习近平高度重视并批示多次。 赵正勇消极抵制,导致习近平震怒,这才是其落马的主因他称。 在中共官场,甚至是最高层中迷信什么龙脉,风水是公开的秘密。 而赵正勇本人也十分信去年七月,他还专程前往长安湘基寺,还愿旦该次活动的文章。 在发出几个小时后,即被迅速删除,曾任贤中纪委书记为践行秘书的网友群,在希望之声撰文。 指出周强做的坏事,太多了除了这个先议矿权案,网友群还指出了另外周强做的几件恶事。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周强五大恶事,在被翻出谋杀三管公司总裁曾成杰,是周强制造的第一大冤案。 这个受政府支持,有公正的民间融资案,被当局案相操作,造成融资双方血本无归。 融资群众曾写信要求释放封城杰,但他仍被判此刑而案发,判此刑与核准的三个阶段周强,分别是湖南省长、省委书记和最高院长。 李旺洋被刺杀是第二个大冤案。支持八九民运的李旺洋,被中共囚禁了22年后2012年6月6日,被发现在医院意外离世。 他的死亡有很多疑点外界认为是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强做的手脚。 第三庄弱事是他迫害709律师,2017年3月,周强在中共两高报告中,把迫害维权律师的犯罪行为,称为首要证据这个案件是中共执法犯法,玩弄法律,践踏人权的典型冤假错案周强,因此被斥则脸皮厚,心肠黑。 第四庄弱事是他加重迫害法轮功,从2015年开始,有21万多人,向最高院实名控告江泽民。 但周强对这些控告,不仅不立案,反而变本加厉迫害法轮功。 据明慧网初步统计2018年,至少有93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第五庄恶事是他反对司法独立。 2017年1月4日,周强要求全国法院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这曾引发各界的强烈谴责。 认为这是整个国家的耻辱,曾有百名律师联名要求周强,引咎辞职网友群致出。 周强做了太多的坏事,每一桩都是血泪斑斑,现在周强要落马的消息被封转。 不像是空穴来封,可能是他真的要遭恶暴了。 已经落马的前陕西省委书记赵正勇,并非谨案设千亿矿前案,还设秦岭违规别墅,陕北能源等案件阿波罗网灵异,综合报道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请不吝点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